主席很快 这次时特别提到一旁的朱主席 侯友宜跟朱立伦一起到板桥词汇宫摆妈祖 朱立伦还主动靠过去讲话 两人互动受阻 因为前一天侯喊出政党协生 不是没人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 被解读叫板朱立伦 媒体人上一夫更爆料 红军办25号会议定调与柯文哲正式开战 这也跟党中央组合论调不同 金浦聪跟朱立伦 是否有意互抢主导权 朱立伦抢着回答 我来回答 这个金执行长很辛苦 你没看到他头发都白了 拜托你各位媒体不要再乱写 不要再弃金执行长 国民党前立委孙大迁 则在脸书表示 侯友宜说错了 蓝白的整合过程中 国民党是朱立伦说了算 因为政党协生是党对党 所以朱科才是真正主角 如今蓝英多头马车 白英科文哲则掌大全 喊出政党协生结果 期限11月20 侯友宜声明不可能等 但侯友宜本人不说死 我们的协商一定是开放友善的 而且希望越快越好 作为一位媒人 第一个一定是两情相悦 第二个这个婚前中后群 稍微少一点 尽管柯文哲没多谈 但柯办则强调 政党协商并非侯友宜声称 已经敲定时间 现在蓝白河 陈旭卡关 连蓝英立委都反对民主初选 更抢金普聪 就是合不了原因之一 民主初选 我才会觉得说 它是一个谈判的败笔 只是一时金普聪想出来的 一个搜主意而已 也没有必要为了它 搞到大家好像把真正的大局 真正重要的东西都给扎破了 蓝白河呈蓝白拖 随着选战倒数计时 非律整合看似遥遥无奇 曾经黄训城 郑海中 王少宇 郑海中 王少宇